中国的海上巨兽首次面试震撼世界 甲板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排水量更是远超美国最新服役航母 尼米兹级航母四倍 威力却远没有我国的山东见厉害 而我国为何造这样没有杀伤力的海上巨乌霸呢 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在介绍最新内容之前 新来的看官老爷点点关注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视频 又能接受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2018年由中国海油旗下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集成的FPSOP67 在青岛干托起航运往巴西 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为何这样简单的商业交易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呢 自然是因为主角FPSOP67 FPSO是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 是开发海洋石油的关键设备 是其生产处理 储存外出及生活动力供应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海上生产设施 也被称为海上油气处理厂 一般是由毛细到海底的大型油轮型舶船构成 工作时与井口平台或海底采油系统 组成一个完整的采油 原油处理 储油和泄油系统 而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海底运输油管线 接受从其他海上设备的海底油井中收集采出的原油 并在船上应用油气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注水或注气 然后储存原油在货油舱内 最后通过违线载系统输往穿梭油船 在其中FPSOP67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这艘海上巨污坝 最大排水量达35万吨 最大产油量15万桶每天 年产量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大型油田 P67的甲板上 密布着17个功能模块 总重达25000多吨 最大的达2700多吨 为了能把这样的庞然大物固定在甲板上 它的连接设备采用了球形制作 这也是海油工程在国内首次创新应用的 一种连接模块和甲板之间的缓冲装置 安装平整度误差不能超过0.2毫米 难度极大 需要连续作业48个小时才能完成 安装过程中 海油工程创新采用机加工电板代替高墙竖子 调整球形制作的安装平整度 成功将平整度误差控制在了0.2毫米范围内 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中国制造水平 也在世界海工领域引人关注 如今这样的海上巨兽 迎来了自己的姊妹板 也就是P70 据悉 P70总长超过300米 总宽约74米 如此计算 P70的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 而它的作业水深2200米 年产量达到四分之一个大庆油田 储油量高达160万桶 天然气处理能力600万标方每天 最大排水量同样达到了35万吨 堪称又一海上巨屋坝 同时其设计寿命达到了25年 同时在P70的甲板上 密布着17个功能模块 最大的重达2600多吨 并且有七层楼那么高 而这些模块中 要负责对海底油气进行加工处理 是高度集成的海上油气加工厂 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 耗材更是巨大 整个建造过程中 P70消耗钢材就达4.5万吨 相当于1000多辆重型坦克 叠加在一起的重量 铺设的电缆长度达到150万米 相当于有北京至上海的距离 所以建造这样一个超级海上工程 可以说是难点重重 集成跨程度高 工程工作量大 项目周期紧张 工程界面复杂 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短短一年半的建造集成过程中 中国海油组织近千人的项目团队 对项目的技术难点和管理难点进行攻关 先后完成了190多项技术革新和工艺创新 项目人员还创新性地应用了智能化界面管理系统 借助可视化 数字化 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了FPSO工程的动态化 规范化管理 抓新了国内自主集成同等规模FPSO的速度记录 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能力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与其他形式石油生产平台相比 FPSO性能可以说是很优越 它具有抗风浪能力强 适应水深范围广 补卸油能力大 以及可转移 重复使用的优点 广泛适合于远离海岸的深海 潜海海域 以及边际油田的开发 如今它也已经成为海上油气田开发的主流生产方式 因其造价高昂 建造难度大 集成程度高 它也一向被称为石油工业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而对于动辄投资几百亿元的海上油田来说 承担着油气处理核心业务的FPSO能否按时交付 直接关系着油田的如期投产和成本管控 FPSO晚交付一天 将对油田带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益影响 而我国的P70作为出口国外的设施 早已经被巴西购买了 为了能及时让购买方收到满意的P70 我国采用了干托的方式进行运输的 干托一般就是运输海洋工程结构物的期间 P70会像货物一样 装在世界上承重能力最大的半潜式运输船先锋号上 以船杯船的方式进行干托运输 这种方式能够减少海水冲击对P70船体的损伤 提高P70的使用寿命 运输预计将历时45天 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 航行一万两千海里 跨越半个地球后到达购买方巴西手中 但是要知道P70总长度超过300米 总宽74米 干重近8万吨 把这样一艘海上巨污坝运输到地球另一边的巴西 其运输难度可想而知 据悉整个作业期间 技术难度和要求最高的 就是P70从水中托伏起来装到先锋号上的过程 整个作业过程长达5个小时 先锋号需要先下潜至海平面下28.3米处 才能避免P70与先锋号之间发生碰撞 P70与先锋号之间的安全间隙仅1.5米 并要精准就位在先锋号上 仅300毫米宽的垫幕上 装船允许误差仅150毫米 需要20艘船舶在现场同时集中作业 管理协调难度大 装船技术要求远超业内以往服装作业 但是这样会难倒我国吗 想必一定不会 P70也一定会被安全运送到购买方手中 但是这项超级工程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不仅仅是中国海洋工程高端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也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积电 冶金等多个传统民族工业的国际化进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P70的制造过程中 其国内采办金额约3.8亿元 国产化比例达到了80% 这样辐射带动了国内100多家设备生产厂商 实现了走出去 据悉 近电缆采办一项 在引进国内供应商后 直接节省预算达1500万元 所以一个国家任何一项工程 一定程度上都能带动一个国家的发展